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更款的留学生身上似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做梦也渴望国家的自由和独立 后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成为了中国各个学科领域里的一代宗师 梁思成也不例外 1925年梁思成在美国收到了父亲梁启超寄来的一部古籍 营造法式 书为宋代礼界所著 汇集了古代工匠的智慧和世代相传的经验 但今天也没有人能够看懂 一如天书 梁思成凭借自己已有的中西学养感受到 这本天书所蕴含的 是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的一种建筑语言文化和体系 1927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学成回国 受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的邀请创办建筑系 然而1931年918后 东北被日本人占领了 梁思成加入了现代中国第一个研究古建筑的学术机构 中国营造学社 这也是他对理界营造法式研究的正式开始 梁思成从研究明清的建筑实物开始 他以老工匠为师 用一年的时间完成了轻式营造则立 这是第一本以现代科学的观点和方法 总结中国古代建筑构造法式的专注 70多年来 一直是中国建筑学科的教科书 为了破解营造法式 扩清中国建筑史 梁思成走出了田野考察的第一步 在以后的15年里 梁思成一共对190个县2738处古建筑做了实地考察 完成测绘图稿1898章 其艰辛程度无法想象 梁思成后来发表 季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 是中国第一篇古建筑的科学报告 当日军占领东北 长城上风烟滚滚 梁思成更是抓紧时间去寻找民族记忆的见证 1937年6月 梁思成夫妇在山西五台山荒僻的深山老林里 找到了一座唐代寺庙 佛光寺 佛光寺后来被证明是 现存国内最大规模的一个唐代建筑 寥寥一寺之中 唐代的佛殿 塑像 绘画和墨迹 四种艺术萃集在一处 为中国古建筑第一瑰宝 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 梁思成林徽因竟把中国第一部系统完整的中国建筑史和英文版的图像中国建筑史完成了 梁思成说 别人都把自己的宝贝藏在家里 我的宝贝放在祖国各地 著名学者费正清曾写道 梁思成夫妇在忧患的战事生活中能获得如此成就 说明他们不仅有极高的学术水平 而且还有崇高的品德修养 而正是后者 使他们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我牺牲 坚定地为祖国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